广州是全世界唯一一座两千余年长盛不衰的港口城市 我国四座超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广州为何能成为其中之一 今天我们就来走进广州 早在清朝时期 这里就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港口被称作攀渝 从公元三世纪开始 这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唐宋时期成为我国第一大港 在明清时期更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大港 所以说广州自古以来 几乎一直处于繁荣昌盛的状态 如今广州的经济实力 其实一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而并非昙花一现 广州既然如此优秀 那你是否知道广州人来自哪里 在广东省分布着三大族群 他们都是古汉人的后裔 分别是广府 朝善 客家三大族群 这些族群都是古代不同时期 南下的汉民在广东传承的后代 而广州市大部分人 属于其中最古老的一支族群 广府人 这就要追溯到两千余年前的秦朝时期 秦始皇派赵驼任销 率军五十万征服南越 在这里固守南中国 而这些官民在秦始皇驾崩之后 再也没有返回秦帝 赵驼也自立为南越王 在这里建立了南越国 都城在京广州攀渝 他们便是广府人的祖先 在之后的两千年中 每逢战乱都有大量的中原人举家南迁 定居在如今的广东省 就如视频所示 来自中原的流民经长江湘江赶江流域 最终翻越南岭进入广东 这些不同时期的古汉民 才逐渐形成了朝善广府客家三大族群 也正是这些勤劳的古汉人 在如今的广州站网了脚跟 更是将商贸活动做向了全球 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海关 室博斯便是唐朝时期在广州成立 从秦汉以后 广州人的足迹遍布全球 从临近的东南亚到 波斯湾西欧北非 再到后来的拉丁美洲墨西哥纽约 哪怕是明清海晋时期 广州也是被作为官方唯一的通商口岸 从地形方面来看 广州市所在的地区 可以说是整个华南以及东南 地形最好的地方 我国华南东南地区 山地丘陵遍布平原极少 而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是华南沿海地区最大的一块平原 也是为数不多的超大型出海口 珠江水系的东江 西江 北江 跪及了华南地区的精华在这里交汇 而珠江三角洲便是三江 所带来的泥沙堆积而成 而广州市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 珠江的八个入海口 广州就占据三个 对于广州而言 还有一座山脉对它十分重要 它便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南岭 每当冬季来临 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冷空气 从北方一路长区南下 抵达广东时已经是强奴之末 又加之南岭山系的阻挡 对广州的影响更是甚微 2000多年以来 它阻隔了大量战乱 削弱了北方的冷空气 截留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 也正因如此 每年的4到6月份 广州市也是阴雨不断形成了梅雨 而这时一个让人相当头疼的古老物种 蟑螂也开始频繁活跃 它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4亿年 人类消灭蟑螂的历史也从未停歇 而根除它的办法少之又少 而这一款败尔败灭式杀张娇尔 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 蟑螂是群居动物繁殖能力超强 仅一只母体蟑螂 短时间内便能孵化出40只幼崽 而蟑螂在吃下这款饵料之后 不会立刻独发身亡 回到巢穴之后才会逐渐发作 而蟑螂这种生物会分食同伴一体 在他们进食吃过饵料的同伴之后 就可以达到团灭的效果 如果家里蟑螂频发 推荐您入手试一试 也正是因气候地形河流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才造就了广州 两千多年以来的长盛不衰 千年海思大岗 魅力舞阳花城 这里是广州 已经是Ш partie 柱伊스류的订阅 寂寞 或讯 Böyle 部 obese